我们现在是79级 在79级当中的揭发球的 就是下旋球的揭发球训练 那么的话我们上旋下旋的揭发球训练 都分开来 当大家熟了以后 当队员熟了以后 那么上下旋捅一发 让我们的队员能够把揭发球这块搞出来 那么揭发球 下旋的揭发球也同样有台内 有出台 有底线 有搬出台的球 这节课我们就带领大家 跟小朋友的训练 比如揭发球的训练 也按照模板来 这些细节都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揭发球的话 多球台内下旋球的揭发 那么我们用几种方法 可以摆短 可以批长 可以拧 要求运动员 用尽量多的方式去 不要台内的球 全部是摆 或者全部是批 或者全部是拟 我们现在 练习用多种方法 台内下全球 看准机会就可以拧 该摆的就摆 像这种球就适合摆 这种球可以摆 你看这么低 这么短 这么稍微什么一点 你就看机会 注意单步 注意单步 这个可以经常去练习这种 要多种的揭发球方式 不要给他一种传步摆 或者传步 到时候他打到比赛的时候 他就会看着这个球来处理了 多球出台的下全球训练 同样也是 也有门来 那么 也用可以拉 可以侧身 可以正手拉 也可以反手拉的方式 多用一些揭发球的方法 比如说 我可以侧身拉 也可以反手拉出台的 那么记住啊 准备 好 方法一定要多 就是刚才肩发球出台的话 不要传步是拉 或者传步是侧身 正反手的 来 过来 可以侧身 可以反手拉 站好位置 好 好 好 多球底线的下全球 就是要求队员 站位的话 就是不要太靠后 靠前面 退的来处理这个球 反手位 正手位一样的 那么发球的节奏 不要太快 你看啊 底线的球 看你 怎么处理都可以 正手反手都可以 底线都给他 顶他 多顶他 好球 相对还不错啊 往右一点 好 我们现在 最后一个 讲的话 接发球下全 给一些中路的球 给他 来 中路 啊 长的都出台了 中路的球 啊 啊 好 来 这都是中路啊 啊 胜利往前送点 下群球的接发球只有的长短中路这些结合 他以后在接发球的时候 他就得心应手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训练的话 都是给一个点 或者要长不短 要短不长的 他就熟悉这种球 当突然出现底线的这种球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所以说我们在训练当中 要加上这些变化的 好 这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一句话说你会的说明观看 怎么会诅一下这个球员